接下来大家我们学习一部分新技术 这个是在加瓦当中所支持的一部分技术 叫做多线程 多线程 不是所有语言都支持这种技术的 加瓦算是支持该技术语言之一 那么多线程 大家我们还是一样的 要从其概念先入手 叫做什么是线程呢 多我们都知道是数量词 那么什么是线程呢 我们要想了解线程 就必须先了解一个名词 叫做线程 那这个线程是什么意思呢 你们可以最简单的直译 就是正在进行中的程序 你可以这么去理解 正在进行中的程序 这个算什么呀 算是直译的是吧 直译有吗这词 真有 直译的 这个直译呢 我们只是为了简单去理解这个名词 其实它真是这样的吗 是吧 应该更具体和专业一点 是吧 什么叫进程啊 大家 我们在计算机里面就已经见过了呀 见过这些东西啊 必须的嘛大家 我就不想家伙 你们也得知道进入啥东西啊 是不是啊 那多多人都不知道进程啊 又见任务管理器 是不是有叫进程啊 那么大家 你看的这些是什么 你看的这些 就真的是正在运行中的程序 比如说 认识谁 找认识的方法 这边什么东西啊 你怎么不认他啊 不认识吧 这是帮助文档那个 C是M文件格式的解析器 还有谁呀 我给你找认识的吧 你这个你别个认识吧 对吗 ID不大死了 那么给我废话了吗 C是马上 MD吗 大家这些都是我正在执的程序 是吧大家 如果我老师咔一动手 大家他说没了 对的 就是进程消失了 这个我们称之为 正在进行的程序 叫做进程 其实是什么呢 大家 是这样的 当我们去执行一个程序 他如果执行 他如果启动的话 他会在内存中开闭空间吧 对吧 这个空间就是进程 进程其实对应的是一个应用程序 在内存中所属什么 空间 这都听懂了吧 是这么回事 那么大家都知道 一个程序 只要在内存中一看这个空间 是不是代表他在运行 废话 不运行 它是不是释放的空间 就这意思吧 是吧 硬盘是存储的 内存是临时存储 是在运行时已经存储的 是的 是的 所以呢 来我们一起看一下 这个事吧 给大家提醒 就是这是传说中的内存 好吗 这里边我们这个变前端显示的 警察是怎么样啊 我们就打开了传说中的一个程序 比如这什么谁啊 谁都行 QQ吗 可以吗 爱谁谁吗 是吧 程序不就是 我又一双击 又打开了一个程序 什么样 行 三个人也行 行吧 怎么都行嘛 对吧 然后那大家 这个就称之为进程 懂吗 这是不是QQ进程 对吗 就是QQ运行 这是进程序 对吧 那么大家 QQ运行时 所需要的那些代码 是不是都在这片空间中 进行分配 对不对 那么他是不是也要进行更细子的那些空间划分的 肯定是这样的 那怎么划分就不当我们的事了 听了吧 OK 你要真想知道的话 你看QQ是什么原写的 他怎么对那个对那些进行利用的 这我们都在废话了 那么大家这也是一样 是的 注意看了 这个里边呀 我简单话 任何一个应用程序 他们的程序的具体内容 是不是都要进行加载呀 为啥呀 因为要密警嘛 对不对 哎呀 这个我跟你讲 这概念你们要不 你们要不懂的话 就对不起观众了 为啥 咱家里边是不听电话的一身图 对 那个类和方法表 在马上都加点完了 我们直接会掉在那个战略里面 继续行 是的 大家注意往这看 这个程序加载机内存以后 它是不是要从一个入口开始执行 对吧 比如说从这开始开始执行 大家 这个我们称之为 这个程序的一条执行路径 你听懂吧 那么这程序怎么运行起来的 我告诉大家 这整个一个区域叫做进程 进程是不直接执行的 懂了吧 它只是在分配该应用程序的 内存空间 谁在负责执行呢 大家 就是线程 听懂了吧 这个就叫做线程 它是负责进程中内容执行的 一个控制单元 也称之为执行路径 也之称为执行情景 就这破碗上翻译的名字特别多 听懂吧 它不同书翻译不一样 那大家不管怎么样 我们只要找一个我们能理解的名词 把这线程理起来是不是可以了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控制单元 或者这些什么 执行路径 大家路径的太清晰一些 从这开始走 我一直往下走 这叫路径 这能听懂的 大家 这个就叫线程 那我问一下大家 一个进程当中 可不可以没有线程 我给你讲不可能 是吧 空间开辟完 要运行代码都在这 没有任何内容帮你执行 你是跑不起来啊 是的 是的 大家 这就听懂了吧 OK 这就叫什么呢 是吧 我买了一台机器 是吧 我租了一个场地 我放到这以后 运行不 不运行吧 我是不是找一帮人来操作这些机器 这是吧 就这样 好了 大家 这个就是我说的线程 那么我们就不用再废话 把线程概念就要解释一下 什么样的线程呢 线程就是什么 就是进程中的一个什么 进程中的一个 负责程序执行的一个控制单元 那么你叫什么 你叫执行路径 他在负责这个承认执行 那么接下来 一个进程中 一个进程中 可以有什么 可以有多个执行路径 多个执行路径 称之为什么 多线程 大家我们看这个图 你发现 这是路径吧 那我们喜欢怎么样呢 我们喜欢 诶 这再继续执行 就这样 再来一个路径 这能懂了吧 大家注意 这个哥们正在执行的同时 他还给你再走啊 这就叫多线程 听懂了吧 多线程 那就是有多条执行路径嘛 在同时运行嘛 那么大家我问一下 如果他执行完了 就执行他是多线程吗 就不是了 是不是单线程呀 那就像单线程一样了 OK 这就要给他解释了什么 单多 这些问题 那你要是这么多的话 你干脆不要搞这么多路径嘛 那就把这个代码怎么样啊 把这个代码往下面一放 是不是意味着 这边就顺取执行了呀 是 你没有比较多线程了吗 OK 那么大家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多线程的一个视力 三六零力里边 大家还要是没有画呀 我是不用画的大家 来look一下 打开我的360 看到了吧 这取消 哎行 我体检 大家看是不是在运行 看啥 电脑清理 我这我垃圾清理吧 然后我这个 我这个我这个 这个什么清理痕迹 是不是比较快一点 这个开始 我唰唰唰唰的是吧 他说你得走 看电脑体检 谁得走 是图在走 这哪儿啊 这儿呢 电脑体检在走 电脑垃圾清理在走吧 是不是 哦 那他们是不是都是三六零呢 OK 这是三十两个独立小程序 那三十两里边两个独立小程序 是这样的 那 那么这场是以为有现成 这场是一个现成 肯定是吧 大家 那么大家 这个我们称为多现成以后 你们要注意点什么样呢 就是说 一个进程当中 至少要有什么 对 要有一个现成 至少要有一个现成 大家 这回现成概念 明白了吧 那么我们把这个图呢 我们简单解释一下什么样呢 现成的出现 是不是可以负责成绩执行 啊 那也就意味着 我们要如果去搞一个现成 其实是为了是不是去执行一部代码 对不对啊 是这样 是这样 我们为什么去搞多的一个现成呢 是不是为了能同时执行另外一部代码 才做这些事情 对的 这就是意味着 什么时候做这些什么啊 当我们想让多部分代码 同时执行的时候 是不是用端成 对了 对了 那么 那么 现成以运行 大家 这个现成运行的内容 和这个现成运行的内容 一定一样吗 不一定吧 是的 所以怎么样 现成通常是不都有对运行的内容 对 这个内容称之为什么呢 称之为任务 都好记一点吧 开启 开启多个现成 是什么 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同时运行什么 是不是多个代码啊 哎 多个代码 那就叫做 每一个现成都怎么样 都有自己运行什么 内容 这个内容可以称为什么 称为现成要执行的任务 现成要执行的任务 大家 我先把概念说出来 我问一下大家 这概念能不能听得懂 能吗 能 好的 大家 接下来我说的事 咱们班就是这样的 是吧 我说怎么样 张三 来过来 把这个总结写完 张三 在写的时候 我说李四 把咱班的人数点一下 是不是同时 对不对 所以我在创建张三 或者李四这样的现成 他们的目的 是不是要去执行一个任务 均总化 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为什么要使用多现成 OK 大家能均总了吧 OK 那有的哥们看完这个以后呢 突然就有了一个想法 叫什么呀 说老师 你这个这么说的话 那就可以让程序同执行啊 对呀 那这样的话都多爽啊 是吧李四江 看上去是不是好像很高效 我再说一遍 是不是很高效看上去 哇 那都在执行吗 对吧 很高效看上去 哎呀是啊 那为什么以后 我们 好吧 那为了高效这件事情 我们以后 是不是可以 都使用多现成的问题呢 多现成真的有那么好吗